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21日星期三 早上的第一節 話說印度媒體 《周日惠報》揭發 在加拿大的海底撈分店 竟然是佈滿著攝像頭 而且據說 這些攝像頭所拍下來的片段 會送往中國避訓 當然引來不少人的不安 後來海底撈方面 作出回應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說之前 我想說一下這個撈字 其實有四種讀法 如果說 將一堆液體或者物體 在混合、混和、攪拌這個過程 就可以讀爐 或者是撈 當然這就是有文白易讀的情況 文讀應該是讀爐的 不過很少人敢讀 多數就是讀撈 如果是說 將一件或者多件物件 從液體當中分離這個動作 就應該讀鬧 或者讀撈 文讀就是讀鬧 白讀就可以讀撈 其實四個讀音 都沒有說哪個對哪個錯 因為事實上這個字 有四種讀音 說回這個海底撈 到底應該是 用哪一種讀音 比較可取 網上有些資料說 海底撈創辦人 張勇 有說過 這個海底撈的命名 是一個偶然 跟四川人 喜歡打麻將 是有關的 打麻將 如果摸到最後一張牌才吃虎 就會叫做海底撈穴 這個廣東牌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 海底撈其實是取自海底撈穴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選了撈這個讀音 因為撈就是撈的白讀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 讀海底撈穴的 我就覺得 沒有說哪一個對語錯 但是千萬不要說我讀海底撈是錯 因為我就說在前頭 因為凡親 讀到這些 讀音的時候 稍微是冷門一些 或者是沒有那麼常見的 當然會引起不少人誤會 有些人又說你不懂字 有些人又說你不是香港人 什麼都說得出 實情 粵語博大精心 在罵人讀錯音之前 應該查清查楚才好說 說回這一宗消息 根據印度媒體《周日惠報》的報導所說 海底撈加拿大的溫哥華分店 一名姓潘的經理向他們提到 說總公司要求他們要按照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規定 在這間分店要安裝超過60個監控攝像頭 這位潘經理還說 店舖設有30張桌 換言之 每張桌大約有兩個鏡頭 為什麼海底撈要裝這麼多鏡頭呢 潘經理就說 這些攝像頭 除了用來查看員工 有沒有遵守公司的準則來工作以外 還可以用在追蹤特定人事方面 而有關的攝錄的片段 還會傳送回中國 但是這位潘經理 就拒絕說明是什麼理由 只是說是秘密 至於海底撈在台灣的分店 有不少媒體都發現得到 同樣就是遍佈這些監控攝像頭 在一些較大規模的分店 更加有上百個那麼多 幾乎在天花板每一個角落 都有這些監控鏡頭 不夠一米間隔就有一個 至於香港的分店有沒有 蘋果就說 兩個月之前 曾經向海底撈的香港分店查詢 在包廂裡面有沒有切到這些攝像頭 但是一直都得不到回應 海底撈方面就發表了聲明 他們說對於 有外國媒體 針對加拿大分店的報導 跟事實不符 已經要求有關媒體刪除那篇報導 至於台灣的分店 安裝圖像採集設備 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用餐安全 會嚴格保護顧客的私隱 不會是濫用的 至於監控攝像頭所拍下來的資料 是不是會傳送回大陸呢 台灣的海底撈並沒有作出回應 實際上也說 海底撈在不少年輕人心目中 都是一種叫做時尚的店鋪 但是我就 完全不懂得欣賞 問題就是 一間這樣的食店 究竟有沒有必要 放這麼多閉路電視在天花板上 究竟有什麼好拍呢 你說放一個半個 十個八個 我也覺得 很合理 始終來講 可能要監控一下 店舖裏面的保安 或者監控一下員工 諸如此類 無口非 每一間店舖都會有 但是 放得這麼密 究竟是拍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 這一家印度媒體就說 那些 片段是會傳送回大陸 堅定留的 有沒有這一棵東西 如果沒有的 就大聲斬釘截鐵 出來說沒有 但是 無論那些片段有沒有傳送回大陸 作為一個消費者 事實上來說 香港仍然是有消費自由的 大家在挑選 光顧哪些店舖的時候 就謹慎一點 去做出選擇 實際上來說 如果一個這麼小的環境 安裝這麼大量的鏡頭 我只會思考到一個場景 就是賭場 每張賭桌 至少都切兩三個鏡頭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事實上真的要監控整個賭博的過程 而且也要看看到底那些可觀有沒有偷懶 一旦在那張賭桌上出現什麼爭執的時候 就可以回帶看回整個過程 包無酒雞 多角度地拍下來 但是你不是開賭 你是開這個打邊爐而已 海底撩應該是打邊爐的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所以這些店舖 你需要裝這麼多鏡頭 其實是賭什麼呢 難免就會使人有很多聯想 是不是要將大陸那種監控文化推廣 去到世界各地呢 當消費者知道了 原來在天花板上有這麼多監控鏡頭的時候 可能 他們在下次光顧之前 又會有多一重的考慮因素 實際上這些 起源於四川的海底撩 我就真的不懂得欣賞 為什麼呢 因為廣東人 或者香港人 吃的粵菜 一直都不是強調辣的 其實就算說中國很多其他的菜式 八大菜系 只有村菜會這麼強調辣 這種味道 其他那些都沒有他這麼厲害 當然這就是跟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有關 第一 雲貴村地區 就是屬於內陸地區 在以往來說 交通不是那麼方便的時候 當地的物資相對就是較為匮乏 所以 夏姐的食材 在沿海地區 運到進去這些地方的時候 都已經不是那麼新鮮 一旦不新鮮又如何呢 一定就是要醃製的了 因為 通過醃製的過程 就可以用那種 醃料的味道 蓋過了那種煤 但是在江南地區 根本上就是密封富饒 雖然廣東就比不上 長江流域有那麼多的平原 可以作為耕地 但是廣東盛在一件事 就是近海 又有河鮮又有海鮮 什麼都可以吃 而且 積湯積食都可以 根本上就不需要用那麼大量的辣椒 蓋過了食材原本的味道 這件事根本上是說不過去 任何一個 喜歡吃的人 或者懂得吃的人 當他要吃一些新鮮食材的時候 肯定就不會叫廚師放大量的辣椒作為調味料 因為這樣就會蓋過了食物的鮮味 就只是一味只有辣字 就有官能刺激 可能有些人就喜歡吃辣 就會覺得很過癮 但是 那就變相 你根本上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就算你用來炒薑絲肉也是這樣的 也是只有辣字 那你要不要吃一些新鮮的東西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 以往來說 鹽 就算去到近代也是 其實歷朝歷代也是 就是專賣品來的 朝廷用來賺大錢的一件產品來的 好了 內陸地區根本上都買不起那麼多鹽的時候 也不是產鹽的地區 自然 你在配料上沒什麼可以選擇 而雲貴村也是盛產辣椒的 那就一拍即合了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氣候問題 廣東沿海地區 那個氣候就不是很適宜去吃這些辣的東西 如果是適宜的話 月人的祖先一祖都已經是猛吃猛咬了 就是因為 在這些氣候 如果你猛吃辣椒 就很容易上火的 所以在粵菜方面 就不會強調用上辣椒這一種配料 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的 大家不需要爭口 就猛地提出一些 粵菜包含辣椒的菜式出來 但是那個一定不是粵菜的主流 就算說辣 也不一定說要用辣椒 是不是有些人用花椒八角 有些人用黑椒 這樣 不一定說弄得整個打火鍋 全部都是辣椒 辣椒油 才是為之好味道的 那些我真的完全不懂得欣賞 不過這個世界就是百貨應百客 冤諸頭也有蒙秘菩薩 這個海底撈能夠開到有九百多家分店 一定有很多支持者才撐得起這個業務 只不過我個人選擇就是不懂得欣賞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